我也有些朋友跟我說 真是正愛 問我怎樣做 有些人一直在訂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 其實很奇怪 除了做生意之外 阿東其實是不論是認識的 教你做的都可以 但是做的食物 教了你 跟著就做不到就做不到 很有趣的 未做就算有心機 也很奇怪 就像我老婆一樣 很奇怪 是差點的 例如今早有兩冠要出給我妹妹 給她老爺奶奶那邊上司 她就叫她 明早你自己調些醬汁就行了 我教過你的 份量這樣 你拌回去就可以了 不是 不行的 我上次試過不行的 是要你做的 味道是跟人的 所以我告訴你怎樣做是無所謂的 但是有些東西煮東西 你差一分鐘或一分鐘 你按下去 那個手藝就是這樣來的 很難說的 就算是無所謂的 跟著旁邊你叫他做 下鍋了 下鍋了 吃火了 收汁了 就是差一點 不是 誰學過不學過 其實周星馳那句對白是經過太陽的 阿媽 阿哥 都是吃臣 都是吃臣 因為那個味道是跟來的 可惜吃臣又是爛尾這部電影 也不錯的 挺好看的 就是跟著那個人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我鮑魚的話 可以繼續訂 送禮至鳳 我再測試過 應該是放了三至四天的 鮑魚三百八十多 網友在問 沒得留 買就得吃 不買就沒得吃 三百八十八 南非大鮑魚醉包四隻 冰鎮幾指 醉包另下幾指 另外就是鴨舌 仍然是九十八 鴨舌有沒有想過怎樣去好買 不是 我反而覺得不覺得特體 少加太多 但是瓶又買了這麼多 是呀 但是放不了太多 因為鴨舌又長 現在其實已經很困難 給我一點時間 我再想一想 包裝可能一包裡面 有24條 但是其實 有些難的 鴨舌要停 因為我買開那個企業 那些波蘭鴨舌已經給我掃清了 除了一包之外 如果鴨舌要暫停 有什麼可以replace鴨舌 現在在想 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例如我想搞清酒煮蜆 清酒煮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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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暖回去 不用的 豬腳煮蜆 好的 豬腳煮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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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林康正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馬拉雅一檔吃福建東西 真的很冷靜 而我現在有一個 大家如果是我的Facebook朋友 都知道我不斷叫別人like 一個叫富紀鮮肉的店舖 這個豬肉佬是很有mission的豬肉佬 一家幾口全部都是一起做豬肉的 豬肉筋是挺好的 貨是漂亮的 但他學了這麼多豬肉筋 他真的是豬肉筋專家 收豬肉筋 也有一個在電視上做什麼三者的那個 那個和郭明明做節目的那個 那個三者其實就是他長期客戶來的 他的貨是真的貨真假實有真實的 所以我就打算和他拿豬腳煮蜆 試試做麻辣豬腳煮蜆 試試找辣的東西 但是賣不起錢 最慘就是這樣 豬腳煮蜆 例如豬手 賣不起錢 所以現在一直都在研發新的東西 我希望做得穩定一點 各位 這樣吧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人數 現在這裡還有幾千人 很多人來買的 很簡單 84811079 WhatsApp說想吃鮑魚訂白 東鮑魚 他就會讓銀行戶口你入數 入數為準 WhatsApp一張單回來就確認你 我們正常情況除非特別情況 就是禮拜二、五取貨的 譬如說我10月31日 做節和家 31日是星期六 你就可以在30日取貨 總之我們是二、五取貨 我自己建議取貨後 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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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 有一個罐、瓶、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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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補貨後就相差很遠 對呀 相差很遠 好了 好了 好,來…